南非翻金斗剧团的经典作品《乌布王》日前在台北艺术节演出 南非曾经施行长期的种族隔离政策 迈向民主化之后 1996年在全国组成真相纪和解委员会 邀请了受害者、他们的家属还有执法者 一起在国家大会上作证说出真相 当然为了脱罪 当权的加害者会想尽各种方法湮灭证据 乌布王就是在描述这一段历史 舞台上用了很多偶一起演出 像是用人偶演出被害者家属 血泪控诉执政者的暴行 而乌布王的心腹鳄鱼 用的是二次世界大战中用过的皮箱 他手下的三头走狗 则是用人权斗士布朗废雪的手提箱改造而成 这出戏要说要走向宽恕与和解 唯有了解并且坦诚地面对真相才能做到 请不吝点赞 变成 南非翻金斗欧剧团改编19世纪末法国剧作家雅里的作品《乌布王》 原著中乌布王是随意杀人的暴君 而翻金斗剧团带来的新作则是把时空场景转移到1996年的南非社会 而当时刚迈向民主化的南非为了扶贫种族隔离造成的伤害 成立了真相级和解委员会 这电影是选中那个保留士警冩 而一旦 testament原的 cl zorra 叫它登演的暴生 迁主点甫的故事 Knights扯养 entre津夫亢栎 包括《乌布王》 prominent在这个域化 成立 Fernando 公布内 之后焦截斗 安途当案当罪徒 在三抗譬星宫下族产 努行之间 chuck Town 通常以说最事相当的事情 南非政府成立的真相及和解委员会 要求当时的受害者以及执法者 在国家大会上作证 还原失落的历史真相 并补偿当年的受害者 以及赦免种族隔离时期 出自于政治目的的犯罪行为 故事最后吴布王跟老婆远走高飞 并把全部的罪行嫁祸给他的手下 吴布王的戏剧顾问就说 这些从听证会上直接取得的证词提供我们关于 种族隔离时期 加害者以及生还者的真实故事 剧中的三头狗代表迫害时期的步兵 将军以及政客 狗的身体则是人权斗士 不浪费血的手提箱改造而成 剧中的鳄鱼也大有来头 稀有身体是二次大战中使用过的皮箱 而这次在剧中担任亲信 为吴布王守住每一个秘密 番金的鳄剧团创立于1981年 以精致的戏偶制作 以及操偶的技巧闻名全球 早年剧团以儿童偶剧为主 近期开始发展政治与社会相关的作品 结合动画投影以及纪录片等不同演出方式 颠覆传统的戏偶 而吴布王正式代表作 真人戏偶贯穿整部作品 负责重现当时可怕的个人经历 站在两旁的操偶师 更为戏偶制造一种象征性的无助感 全世界破坏事件不断 我们要正视历史才能走向下一步